买提江上赛季多次佩戴队长秀标稿件来源,天津日报西班牙 拉链接近尾声,泰达队在施地利克的率领下取得了不小的进步,弹级 新赛季目标的时候,中场核心买提江这样展望,前两年一直在保级 而且非常艰难,希望能换一个目标来面对今年的联赛,过去 这几个月时间,买提江还是非常忙碌,上赛季结束之后,他入选了国 加急训队,可惜最终没有入选亚洲飞名单,只休息了十几天之后,买 提江就奔赴昆明和球队会合,对此他笑着表示,休息时间不多,可 是状态还是保持得非常不错,弹级上赛季的时候,买提江这样认为 我们在对阵实力接近球队的时候,表现不够好,没有拿到足够的 分数,好在最终没有留下遗憾,任何球队都不希望在职业生涯里经历 降级的打击,我们的心态调整不算很快,当然也不算很慢 今年将是施地利克执教泰达的第三个赛季,买提江说,他对我们狠了 姐,每场比赛之前他可能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,不过也会让我们知道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,对于新赛季的目标,买提江说,对于我来说 当然希望球队能够多赢比赛,我的进球还有助攻数都提升一个档次 我加盟泰达三年了,始终觉得球队应该是前八名的水平,所以希望 今年能够换一种面貌,去面对艰苦的比赛,瓦格纳加盟泰达 让队友们都深受鼓舞,买提江认为,去年米克尔参加世界杯,之后 又因为受伤无法出场,只能让本土球员去承担中场的任务,所以教练 肯定有自己的想法,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体现了对于他对于本土球员的 信任,引进一名前锋,肯定对我们的进攻是有所帮助的,上赛季 买提江经常佩戴队长秀标出场,在他看来带来的是更多的责任,做 为场上队长,肯定要以身作则,我看见曹哥在训练和比赛中的态度 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,我会向队长老大哥去看齐的,谈 即未来,买提江给自己定立了目标,我希望入选每一期国家队,去 踢国家队的每一场比赛,当然这次没有入选亚洲杯的最终阵容,也没 有太多遗憾,因为我曾经为此努力过,本报记者身为 本报贝尼多姆1月30日